你不相信,你相信,我不相信,不打賭,不打賭 你給人家建定,你給人家建定要負責啊 這件是一筆喜,這個也是防乳的,這也是防品 你看有這支釘,我問一下,這個上面是漢代瓦當嗎? 對,漢代瓦當,漢代瓦當的這種,應該說朱雀,它的文是叫朱雀 這個朱雀玄武,是吧,這是一朱雀,當然那是文是朱雀,當然這件是一個現代的房子 我問一下,這個大概是什麼窯口? 您這個屬於是地方的偏窯口,也就是現代房子 好像是全國都買不到,全國都買不到 全國都買不到? 不相信,你倒下來了,你上去 行 你全部,全國都買不到,就是特別稀少 不是,不是,這種顏色,這種風格,就是全部都是 那您怎麼買到了? 當時有一個人說,鱸窯以後,青鱸窯,就是乳窯的 就是乳窯的? 這不是乳窯,這是乳窯,這製品這是圓的,大的,都不是乳窯 我不是擔任,我不是擔任,我不是說,對這個東西 我不是說它是真假,我不是說什麼窯口 其實它馬上找資料都沒有,我懷疑它是日本造的,現代那種吹地 有這種情況? 它這個,你看,是酥油光啊,對不對,而且是純熟的 還可以拍到,後面很多人 現在好了,現在,沒關係 它這家 我就是想問一下,什麼窯口 你如果說是,譬如說這家買的,就到這家去買 因為我跟您說啊,這種 我當時買這個的時候,就說原來,我是地堂商 地堂商買的 地堂商買的 地堂商買了幾個以後,過了還沒一個多約 人家叫他要,他加價三倍,我沒買 他加價三倍,他就賣出來了 行 一加價三倍,您就心裏就覺得撿漏了 我不是撿漏,我只要這個,我跟您說啊 就這件,為什麼找不到窯口 為什麼找不到窯口 來一個 來,我給您看一下 都是假窯口 就這件 真是假的 就是新的 這個造型都不對 造型都不對 也是防乳 沒有這個造型 好不好 沒有這個造型 這個,而且造型也一造 您說 這個,這個地方是開窗的 開窗 開窗 他如果再造股,他開窗 他也造不出這樣子的開窗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在這種燈光下,你講的沒有開窗 你要這個最強的燈光 斜著看,這所有的窗都是斜開窗 一層一層的 我的手鐵可以打亮 來,我給你打亮 還有一個,我不是說強調它是真的 清涼市考古的時候,它有這個殘片 它是掛在一個箱子裡 你一看這個氣氛 這個肯定是很實現的 也不是說 沒有救助 但是,從這個磁片 從這個右色 磁片 還有開窗來講 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五代或者什麼 比如說 魯州地區等 我本來還以為你是對那個張公相比較清楚 張公相它不是天青色 它是天綠 您看啊 就是咱們一般建的魯爺呢 咱們還是按著這個 我跟你講魯爺 你不能按照這個魯爺的觀念 全世界就六十幾個 怎麼可能六十幾個呢 一千多年生產 連續下來 怎麼可能只有六十幾件 魯爺總共燒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一年生產只生產十個 五個 魯爺就在宋代收產 一携就要燒一百多個 而且在宋代以後就不燒了 魯爺總共燒了二十多年 現在最準的就是 我跟您說啊 他從神東開始 這個魯爺啊 說是六十七天半啊 只是一個 證明這個數字少 那可能也有未發現的 這個咱們不否認這一點 但是您看啊 我們學術界啊 一般說建的魯爺呢 情如天 面如玉 我跟您講 你這個當鑑定 是第一 對不對 你說這個 這個平不平 會不會抖 這是手工的 對不對 第二個 你要仔細去看這個知識丁 知識丁要去看 知識丁連的看都不看 所有的知識丁上面 都長得那個磁化的毛 你發工你怎麼做 發工的人到現在還做不出來 哪個呀 這個知識丁上都是 雌化的毛 黏在上面 手碰一下 這個是沒弄過 底都沒弄過 而且你打燈 你去看這位雞爪 它不一樣啊 那您認為這件就是宋代的魯爺啊 我不認爲什麼 我認爲它可能是偏張公相 張公相和這個清涼色 這都是魯爺的這種 就是我們可以說鳥指啊 反正如果是假的 您看啊 這麼著 我今天啊 您既然來這兒了 我給您鑑定呢 我給您作為參考 好吧 我肯定相信你啊 行 你就是判官啊 你這是什麼罪 什麼魯爺 您看啊 就是說關於學術界 說這魯爺 是什麽的 情如天 面如玉 陳星熙 你怎麽知道它不是情如天呢 你怎麽知道它不是情如天呢 你強光打進去 它顏色都不一樣的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不是說就是這種顏色啊 老兄 你給人家建定 你給人家建定要負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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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還跟您說啊 沒有這影齒文 就是我們聽說的禅義文 陳星熙 禅義文 說知不知得又滿足 你說這是不是禅義文 你說這是不是禅義文 你用看他進去看看是誰 我看人家那個一個造詣 給人家建定 而且您看啊 300倍 100倍 您看那種開片 沒有這種禅義文 而且這個造型就不對 而且這個造型就不對 斜著看他禅義文句書 來我給您看看 哪有啊 來您看看 你的角度要這樣子看 燈要斜 遠看過去 我給您找張圖片行嗎 那不用那個 你也不要講 好吧 真正講起來 我是一點特別可以買的 這個買了兩百塊錢 給你交了兩百塊 成本四百了 再說了 您認為兩百我再買乳窑可以嗎 有可能性嗎 我不是說白魯窑可以 給我碰到這個東西 我的心情 我知道您可以喜歡啊 兩千塊錢 三千塊錢 但是我問一下 買多少萬 多少萬 但是您那多少錢買的 兩百塊錢買的 兩百買乳窑 您覺得可能嗎 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你不相信 你相信 我不相信 我給你打賭 你相信不相信 不打賭 你如果這樣給我打賭 我就給你打賭 不打賭 我給你講 首先來講 建崖有一個叫做水雞 它是宋代 它從宋代一直到 宋代中西生產了六百多年 然後它突然消失 什麼東西都沒有 當地的農民 從前幾代就開始買東西 這幾年這個市場上的東西 還一直流出來 一直流出來 你說 有沒有可能 留藥 它當時三百多年 平穩的 當時宋代的東西 它肯定會流到這個 流到這個水雞藥來 以前又沒什麼保護 當地的農民都買了幾代的 前幾年 我這個不是今年買 不是去年買 我就是六七年 當時就是把那個建長 中國的要命啊 宋代的 龍泉歌謠 你沒看到過 龍泉楚之關謠 可以開的 您這個這麼著 今天給您鑑定 作為您個參考 以後啊 有什麼要參考啊 您數個一下拍賣公司 我都不要看見 首先來講 我今天拿過來 我為什麼講這個比較適合 對於它是雙層的 第二它有正規的名字 什麼名字 孔明碗 它是放在佛前進貢的 原來看一看 實際上它就放在兩個水裡 其實孔明碗啊 這個不神秘 它就是中空的 就叫孔明碗 你想念那樓空的 根本 還有一個它就叫做溫碗 它可以放在那個盆子裡頭 放在上面 就是不管是孔明碗 溫碗 我們說這東西 你這種鑑定 如果是鑑定這樣的方法 就好像被輸入一下 不是 不是 我們有眼力 就是比如看它的顏色 右水 還有那種K片 我那天看過一個 看你的那個事情 人家叫你 硬指標哪一個 有什麼 硬指標啊 就是說你這個人高多少 低多少 你想它講的核田育的身價 對不對 一個硬度 對不對 一個體重 到哪裡去做 還有你如果是 有這樣的條件的話 你去搞那個 車光那個斜光率 都跑不掉 但是你時代 實在你還 這個有正義 行 以後咱們再看討吧 高的 您在那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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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兩百塊錢買主票 我也是不敢相信啊 您 看看 這個能不能上節目 好